抽离可辨识的形象 黄秋月的创作 尝试物体幻影与星象空间的结合 抽象绘画是不断选择的状态 是内在的本质的诉说 如何把本质体现出来 是不同的声音组成的旋律 像是画家心中的一段交响乐 尝试与物体的幻影 及星象空间的结合 是生活中的浮光掠影 及生命记忆深刻的探险和体悟 黄秋月的创作 紧紧锁住每一个感觉 以稳定的白色色面及黑色线条 统一平面化的形体 自以挥洒 在画面上 看到未经修饰的点线面 随着时空的转移流动 留下的足迹和成长的印记 在取与舍之间不断的蜕变 以抽象的机理和线条 在近似平图的空间上 展露时间的脉络 超越具象的繁离 追求内心感动的极简元素 感受艺术最本质的一切 行色游走 线条奔放 未有恒长 每一幅作品 都是生活体验的结晶 从事物的日常性中 体炼出永恒 面对每一张作品 希望观众都能真诚地 用眼睛去感受 用时间慢慢去相处 黄秋月用心记录生命的成长 生活的周遭 即便是最简单平凡的事物 都能在创作中 延伸出无垠的想象 十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